欢迎收看怀语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你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上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好 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把口罩脱下来 因为新闻主播可以 但是争论节目还不行 再等等 我们现在欢迎三位现场的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立法委员邱志伟 大家好 另外来欢迎是钱立伟 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老师 老师好 还有钱资深外教官 杰文吉 接大使好 朋友好 大家好 好 来看最近台湾的上空 台湾海峡的上空 这个飞机特别多 而且是军机 我们来看10月4号 总共有56架的共机 惊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也创下了国防部 揭露共机动态以来 数量最多的一次 而最新的来看拜登 美国共同盟拜登 针对共机扰台的事情 他已经发表谈话了 他说呢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同意遵守台湾协议的 我们马上要先问一下 杰文吉大使 大使您怎么看 这个台湾协议大家都很好奇 什么是台湾协议 这个我一看到 我也有一点点吃惊 我还以为又美国跟这个大陆 又有一个新的 有关台湾的一个 一个协议 因为协议在我们这个外交领域 算是很正式的 Agreement 那后来讨论了一下 我们刚刚也跟郭委员 我们都稍微交换一下意见 那他这个Agreement的话 事实上他是用小写 而且是路透社露出来的 他这个Agreement 其实应该讲的还是 就是说美中建交三公堡 因为这个就是美中对台湾问题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的 一个政治基础 大陆常常就讲的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基础 那如果说任何一方脱离这个政治基础 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那我想拜登讲的意思 应该就是讲这美中建交的三公报 也就是三个Agreement OK 郭委员你怎么看 我同理这个 当然美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没有新的协议 如果是美中共同的就是三公报 那美国当然有自己的理解 还有一个台湾关系法 不过这个北京当然没有接受 那接下来到双十节前夕 各位怎么看 这个共计的价次还会再创新高吗 我觉得如果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打电话 我就会暂停 那当然就看后续 他们双方接触的情况再说 那怎么解读 就是在双十国庆 尤其是台湾双十节前夕 这个共军的这个扰台的次数 不但是照旧 但是它的这个架次一次比一次还高 我觉得应该是 第一个当然明显 我觉得是因应两方面 一个当然就是台湾的东海岸 有大规模的演习 六国有三个航母舰队的演习 这个算是空前大规模的 那北京当然会觉得这个隐隐约代表 这个各国对这个台海东海南海有意见嘛 有不同意见 所以他就要展示说 这是我的地盘这样 那另外一个当然 我觉得是美国在政治军事上 最近一两个月来不断的在打台湾牌了 这个当然包括台湾代表处本来要更名嘛 那也包括比如说卖给我们鱼叉飞 当然一百套 然后国民兵跟后备军人接轨 那也有一些美国的军官来台湾 看我们的训练状况 就是说这个政治军事的合作 确实在浮上台面中 而且这个态势 我觉得应该会一路延续到年底 因为年底还有一个民主高峰会 所以我觉得他恐怕也是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的动作 来表达他的立场 美方也看到他从国务院 特别出面表示说 他们已经私下处理了 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私下处理通常都是透过什么样 因为也有报道说 是私下透过外交的途径来处理 大使您的观察呢 私下处理就是透过外交管道 不是公开的这种 像比如说在这个 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在阿修 或者派这个雪曼 直接这个大阵仗的这种 这种公开的 然后有记者可以拍摄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外交的这种谈判 那私下处理的话 好像管道非常多了 那么也可能派就是 透过双方的大使馆 或者就是两边可能的热线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我想美方的私下处理的意思就是说 他希望降温吧 希望那么这件事情 不要让他继续在升温 那如果美方有这种要求的话 那我想大陆一定有 也有同样的相对的要求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既然是私下处理 我想它的内容也 它不会对外公开的 OK 不过就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外交部长 吴昭谢尔在接受 澳洲广播公司的专访 他特别强调 他说如果中国大陆要对台湾发动战争 我们会战斗到底 我特别听了一下原文 他说We will fight to the end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邱文元 怎么解读吴部长这句话 当然外交部长是对外媒做宣传 是 接受ABC的这个专访 那他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一致 那不是特别 我觉得国防部长说得更精准 战到一逼一组 当然这跟这个从10月1号开始 攻击高密度多价次的这个骚扰 这台湾的空域 或者在南海 我想那时候 大家全民都觉得是不是 还有更会把这个冲突把它升高 事实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大内宣的一部分 因为10月1号刚好是中国的国庆 是 因为它跟中国人民说 还有能力去处理南海问题 跟台湾问题 然后那时候这个美国有两艘航母 英国一艘航母 都在南海进行军演 另外AQS 美伊闹联盟 跟日本也在进行军演 而且很多的架势都是在夜间去 去继续 所以是在证明它有夜战的能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吴钊燮的说法 我们不用刻意解读了 你当外长一定要很坚定的向国外表达 我们有防卫自己的决心 我们绝对会让中国的武力犯罪 这个有最严重的代价 我当然是外交部长要讲的嘛 那他也呼应了这个蔡永文总统 在媒体投诉的说法 如果台湾受到侵害 或者台湾受到中国武力的威胁 或者是攻击 是民主阵营的重要的伤害 是委员您刚刚提到 你刚刚提到说民主阵营我特别听了一下 吴部长他的这个访问的这个原文 他也特别提到 后来媒体下标是说台湾会获胜 但是你要看前面的 他是说民主会赢的 他说democracy will prevail 然后才讲台湾 will prevail 所以我想特别请教一下 这个郭教授你看 因为吴部长说台湾这个会占到底 我们有条件跟中国大陆占到底嘛 其实总统的文章也是说 Fight for democracy 在那个外交事务他发表的嘛 那也是很重要的记刊嘛 事实上台湾本来就是小国嘛 你所做的一定是不对称的布局啊 那台湾你当然需要外力的资源 可是就是说你现在最近可以听到 美国有很多的声音 都在怀疑台湾是不是有这个决心 要防御自己 因为美国人常常有这种 很务实的看法啦 包括我们常来的来宾Rose 他也都讲类似的看法 所以如果没有展现出 你要防御自己的决心 那别人凭什么要帮你 我觉得做外交的人应该 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美国人这样的看法 可是美国是不是要介入 这个就取决于他认不认为 民主台湾对整个亚洲的 民主阵营很重要 那目前我觉得他是维持 暧昧的态度啦 外交官看外交官怎么看 这个他整篇访问我都看了22分钟 那问题出在哪 问题吴钊燮讲了很多 他问了大概差不多10个问题 可是最后标题怎么下 标题下 台湾国外博士 问他国家在准备战争 准备战争 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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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问澳洲会出手协助 澳洲会出手协助 然后没有他说 寻求澳洲的协助 他说台湾外长警告 正在准备与中国的战争 那么要求澳洲协助 所以他22分钟仿仲 他也很努力在解释一些 台湾的外交作为 可是他这一个讲法就变为 他所有访问都白访问了 澳洲得到的讯息 向全世界传播的讯息 就是台湾的外长说 警告说 台湾正在准备与中国大陆作战 而且已经要要求澳洲提供援助 所以这个标题非常严重 不是要求 要求是求求 请求 我先插句话是 我们也看到 澳洲对于中国大陆最近共击 不断地来这个出动 其实他们也特别提醒 中国大陆是不要去破坏 这个应该地区的和平 这个其实这个记者就问了 因为吴钊燮讲这么重的话 而且他讲的时候情绪很激动 这个有一点点让我立意外 就是说情绪那么激动 讲得这么这个手势也做得很大 其实他是被那个记者 一个问题带入到这个陷阱里面 然后他讲完以后记者就问他说 他说以你们的军事力量 你觉得你要进入这场战争 你有胜算吗 你凭什么说你们可以 有信心打争 我再来讲一大堆 可是最妙的是什么呢 第二天ABC 同样澳洲的电台 早上的他就叫BRAKFORTS ABCBRAKFORTS 另外女士请了一个兰德公司的 这个安全问题专家专访她 那这篇报道呢 title是什么呢 更有趣 他说台湾外长吴钊燮要战斗到最底 他没说台湾要战斗到最底 他说Joseph Wu要战斗到底 第一个问题就问难得的这个专家 他说台湾的国防部长Joseph Wu 说台湾他要战到最底 你认为两岸现在已经濒临战争了吗 这种战争危险有多高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答案他讲得很精准 他说战争的几率 R仍然相对的低 所以澳洲人听了你讲那么重的话以后 第二天就找美国人查证 然后美国人这句话就说 现在没有战争的这个 相对的低啦 然后他讲了很多理由 那这里面呢 从头到尾 他们从头到尾都叫吴钊燮为 Defense Minister 因为可能他们 对他们从头到尾就称他为国防部长 对 那我觉得他们当然搞错啦 可是他们可能下意识就认为 这种话应该是国防部长才会讲 怎么外长会讲这种话呢 两岸的情势 其实蔡英文总统他也特别 他有提到说要持续以开放的态度 跟北京当局展开对话 那马上双十节就要来了 您的研判说 双十节因为我们都会关注是 蔡英文总统他会对外 发表什么样的谈话内容 您可以先研判一下 对于两岸关系这个部分 他会做通过在哪里 蔡总统在是Foreign Fair 他的这个 外交事务上 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阵营的一部分 我们争取民主的道路 是国际这个秩序变迁中的 一股良善的力量 是一种善的循环 我们对于这种情势 虽然对台湾非常的险峻 面对两岸关系 或者夹在这个美中对抗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没有回避挑战 我们要作为一个区域和平稳定的力量 所以蔡英文总统说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持续扮演我们该做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认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愿意这个部分 用尽所有的努力 很精确的或者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了解 所以过去很少 有这样子比较属于正面的表述 我认为这一次可以说是递出感难之 也认为说中国要适可而止 不要再用军事独武的这个方式 来对抗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是不能接受你的武力的威胁 台湾人民是追求和平跟善的力量 双十国庆的谈话 蔡英总统的发言 郭教授您怎么看 如果 我觉得外交事务记刚刚大概已经讲了基调了 就是这个他以前也讲过了 就是维持之前一贯的基调 那等不设政治前提下愿意跟大陆展开对话 那不设政治前提就是说 你也不要讲九二共识了 那我也不要讲台独了 那不设前提我们就来对话 那我听说今年有点特殊 听说习近平可能会有辛亥演说 那听说会在10月9号先公布 目前是传出来了 现在不确认 那那个辛亥演说我们也知道 因为朱中山是两岸的共同符号 那这个当然就确认到你对历史的解释了 了解 就中华民国要从哪里开始 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在南海这边的焦点 在共鸡频频绕台之际呢 最近以来声势浩大的一次 最浩大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正在南海上演 其中包括了像是美国 这个卡尔文森号还有雷根号 还有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总共有三艘航母 另外呢包括像是来自日本 英国纽西兰 荷兰 还有加拿大 总共有六个国家 十七枪的军舰 在菲律宾海要进行 为期一个礼拜的联合军演 那么三艘航母 那么跟六个国家的军舰 联合在南海进行 近年来最大一次的这个规模的军演 我想这个意图很明显 但是它能够实际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郭老师您看 其实这六个国家 你以后还会看到澳大利亚还会加进来 因为欧客 那就五眼联盟全部都加进来 那另外就是荷兰 日本 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凸显 美国能够在亚洲最大的结盟状况 就是说愿意站到最前面了 那表达跟中国在军事上不满人不同意见 因为印度离这边太远了 那韩国有点尴尬 所以大概就是日本跟澳大利亚 那这次你也可以看到荷兰也加进来 可是荷兰毕竟是小国 那这里面当然主要的基础 就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美日同盟的深化 因为未来这个岸田文雄上来之后 我估计应该会更强硬 那应该会对冲城群岛的周边 就是所有的岛都加上新的部署 那会不会在日本装中层导弹 这也要继续观察 那会不会跟台湾有进一步的交往 比如说 这他们国内政治也传很久了 就是要不要比照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 在日本也搞一个对台湾关系法 这个都要观察了 那另外就是AUKUS 这个我们就说它已经浮上台面了 澳大利亚 除了核动力潜艇之外 我觉得会跟美国有更深度的军事合作 那当然它首先的目的就是要 稳住在南太平洋主岛的局面 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快要进来了 因为中国那个力量就是慢慢辐射开 除了第一岛链 接下来出第二岛链 那大概就到南太平洋 然后就到关岛 接下来就要到夏威夷去了 不过您刚刚提到AUKUS 其实最新的新闻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特别去拜访了法国总统马克宏 马克宏其实自己也在凝聚力量 希望在印太地区展现欧洲的战略自主 那关于这个战略自主到底有多少的欧盟国家会响应 在这个战略自主的前提之下 欧盟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安全上面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使您的观察 欧盟能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 因为事实上在印太这两个地区 唯一有领地的大概只有法国 英国也没有了 英国它只有它的这些大英国协的 就主要就是澳牛了 那英国法国的两个领地 一个在纽尼旺 在黑云尼旺 这个是以前我们华侨很多在那地方 那就是它是在印度洋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大西地 有它的军事基地 所以它有Presence 那这两边隔得很远 可是勉强说起来 就是说欧盟国家也只有欧盟 在这个区域 印太区域也好 有实际的这种出现 有实际要可以构成 它有军事安全问题的 一个事实的一个领地存在 那它今天讲就是说 它要号召欧盟扮演印太战略角色 那这个是一个姿态 那么要成功的话我觉得非常难 就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一点 象征性的意义我觉得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 这个校正尤其讲到战略自主 这个四个字都是针对美国讲的 欧盟一直讲战略自主 就是针对美国 那可是欧盟基本上自己也不是很争气 尤其他们在这个安全外交上的整合 一直是步伐很慢的 那过去里面一个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英国 英国在很多时候都是搅局的 尤其在共同的安全跟战略外交的时候 现在英国离开了 那可是法国是不是有这样这么大的号召力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不过我觉得它这个 这个是等于开了一炮 这一炮呢我觉得就是针对这个AUKUS 尤其美国抢了这个法国 巨额的军事预算以后 300亿嘛 我觉得 300亿以上美金的这个巨额预算 然后让法国颜面扫地以后 它这个是一个会有一连串的回应里面 这个比较明显的第一次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姿态 是一个警讯 那它后面后续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 就跟美国这一次在这个 南太这边的这个演习 你看它来了6个国家 17艘舰艇 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聚集 要伊丽莎白号在亚 已经在这个南海地区 等了快两个月了 等了两个月才把各地方 各地方的这个这个垫顶票来 没那么简单 而且最大的问题 其实如果台海发生事情的话 一般美国人他们讲至少要7天 可是他们问题就是说 他的回应这个7天的时候 他们的预估他碰到的事实 是已经是既成事实 也就是这场可能台海发生 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 那冲突已经结束了 已经有了定局了 所以这一些我觉得这些动作 就是说面临21世纪战争形态来讲 那我觉得都是还是存留在 20世纪战争的思维 意义不大 国防还是重点 刚刚提到的法国 那也看到这个在台湾这边呢 法国的参议院代表团在10月6号 礼拜三访问台湾 外交部是说呢 要跟蔡英文总统见面 那我满好奇的 我相信观众朋友也很好奇是 有没有可能谈军售议题啊 法国像财电浅舰的 这个卖给澳大利亚 是有经过欧盟同意的 那如果要卖给台湾武器 因为现在已经跟当年不一样 那连拉法业那些是法国自己决定的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统合到 像这种对外区域的军售 尤其是浅舰 这个是当时澳大利亚是有欧盟同意的 那如果要卖给台湾 欧盟我认为意见会分裂 所以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纯粹参加双十节 不 我讲的是浅舰这个案子 其他的我不知道 好 那另外在南海 刚刚提到的这个军演 军事演习的对抗之外 马来西亚也跟中国大陆 发生了一些冲突 马来西亚在10月4号召见了 中国大陆的大使欧阳玉晋 他们抗议的是什么呢 他们抗议的是中国在南海的活动 那现在马来西亚跟 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紧绷 看起来还蛮严重的 邱委员你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后续 恐怕没有那么严重 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 他是第二次召见这个中国大使 第一次是一位中国的军机 在他的这个领空附近 所以对他们主权 可能造成一些的这个威胁 表示对这个部分的关切 所以他第一次召见这个中国大使 第二次就是因为他的海警船跟调查船 在他的专属经济区里面 所以当然也表示这些动作 如果他没有表示一些外交动作的话 他就等于说他默认他的主权嘛 所以他这个不管是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甚至台湾 都是南海的伸索国嘛 都是有主权生意的地方嘛 那中国认为说全南海都是他的主权范围嘛 那你这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伸索国都没有办法接受 包括台湾嘛 所以他必须对他的主权的地位 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表态嘛 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澳洲的前总理 艾伯特他也是在礼拜二来到台湾 他已经明确表达他支持台湾加入CPTB 日本也是 但是因为现在先后次序关系 中国大陆先送 我们隔几天之后我们送这个申请案 您怎么观察后续 我最后还是要跟既有的十一国各自协商 那你的体制要符合CPTB的要求 那坦白讲就是就看你这个改革的速度 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理论上他也可以说我要改我内部 那因为他现在落差比较大 我们落差比较小 可是就是各自有友好的朋友嘛 目前大概就是日本 澳大利亚 纽西兰 加拿大跟墨西哥 比较可能支持台湾 那刚刚我们邱委员讲到那四个东西的国家 是比较可能支持台湾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共义制的 对 所以会各自有关卡吧 没有错 大使 我想他基本上是共事决 也就是你现在有的是一个会员 通通要同意 那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那不过就是说纯就这个 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来看的话 那么这些国家应该都欢迎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 要加入他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现在美国不在 因为美国不在 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纯就经贸的经济贸易的利益来讲的话 这些国家都会获很大的利益 因为他用这么大一个市场 跟你这么小一个市场在谈 对不对 你如果谈好的是 你在这么大一个市场 获得了那么多的优惠的贸易条件 比你的市场来讲 对这个大的市场来讲 他是愿意加入 这个何乐而不为 好 等一下我们回来要关心的 就是中美现在还在打得如火如荼的贸易战 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中美的贸易战 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在2021年底到期之前 看到在10月5号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我们刚才提到他跟中方的贸易协议的主谈官员刘鹤 要透过视讯他特别提到坦诚对话 希望能够讨论落实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2020年初期中美就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那这一次的这个争议主要是美方 简单来说美方认为中方没有足额的购买这个美国商品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到底不足额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先来问一下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要请教大使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戴琪他说呢 美国会动用所有的工具 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 然后他特别提到这个外交词汇上面 他是用坦诚对话 这个原文是Frank Conversation 那背后的含义您怎么解读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讲这句话 美国不但动用301 美国比用动301更强的 违反国际贸易法的工具都用 结果没有效果 所以他现在讲这话有什么用呢 我不觉得有什么用 他其实这个是被人家问到的时候 他才提这个事情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他这次的整个的 在CSIS这个演讲 包括QA 他只有几个讯息 第一个就是说 没有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了 就是第一阶段 先把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要把它收尾 收尾收什么呢 现在重点就在 要大陆把这个 在第一阶段承诺的 采购美国产品的这个 配额把它买完 因为现在美国 照这个Petersen研究所 他说大陆只买了大概承诺的 62% 所以还30%没承诺 所以他现在就把那38% 把它要逼着大陆买完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谈到那个关税 惩罚性关税 那事实上他说已经要 基本上他是用选择性的 来开始排除了 也就是这个我认为他选择性排除 就是说哪些对美国厂商伤害最重的 这个美国强加于中国大陆这个 这个审华性关税 他会把它取消 所以他是一个逐步式的 而且是选择性的排除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未来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的话基本上 他已经排除了一个 川普总统最重要一个概念 叫脱钩 他现在他不但说不会继续脱钩 他用了一句话 他叫再挂钩 是什么意思 decoupling就是说脱钩 他recoupling就是再挂钩起来 再回来 再回来 所以他这句话让我觉得 慢慢刺惊用到这么露骨 那其实他就 这个整个的我觉得 带起给我的感觉 其实他就在谈一个 recoupling这个概念 那我觉得就是说 拜登政府其实已经解了几个 原来川普留下来的地雷 他都解了 第一个我认为就是 那个新冠肺炎的那个溯源 第一个已经这个案子没有 我想我们也听不到 这个案子以后不会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视线里面 第二个孟晚宗 第三个就是关税 关税他讲的是比较清楚 他也没有说前提是大陆一定要买完 我的承诺的corona 可是他已经讲我要选择性的 来排除这种关税 因为这个关税19.2 美国人很清楚 是美国消费者在承担 那在美国这个通膨 这么严重的时候 我算过大概有600 大概有将来700亿的额外的成本 加租在美国的消费者 那所以他把这个都拿掉的话 是对美国有好处 而且我就说了 301是小case 美国在川普的时候用的手段 远超过301 不过那时候我记得是用关税的 这个提高惩罚性的 没有他单方面提高 加对方的关税 达到平均19.2 这个事实上WTO的这个决定是说 你完全违背 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 你加税不能这样加 美国在上诉 美国在上诉 美国第一审是输了 那这个就是说比301还厉害 301还给你启动调查 对不对 最后还给你一个什么 一个加关税 拜登的时候连调查都没有 就是警告 然后就是加关税 这部分我想委员是这个专家 那您怎么看 他除了像我们讲说 美国有很多的工具 包括像是关税制裁 列这个企业黑名单 还有什么法宝 这个301条款 那如果提高关税 为何于中方也回击呢 就贸易战 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 就是所谓的301条款 就是美国政府针对侵害美国贸易 跟商业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行为 进行调查 调查之后进行报复 包括关税跟非关税的手段 所以是美国阻打贸易战 最后的终极武器 所以这代表是核子弹的意思 就是一定会让你这个损失非常严重 那当然这个可以回到戴琪的这个演说 就是大家在CSIS 应该在10月4号 针对怎么样去调整 美中的这个贸易的政策 它表态有四个它的具体的做法 第一个它要做的是重新审议 它们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看看北京是不是有承诺的有遵守 另外它要发动具有 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的流程 最重要是说 那紧接着在10月5号的 这个讨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 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最重要是 中国承诺两年之内 要加购2000亿美金的 包括能源农业跟制造业的产品 那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美国重申要动用所有工具 所有工具 当然包括终极武器 就301条款 来对抗中国的这三观的产业政策 另外它也一个柔性的诉求 它希望用盟友跟其他自从道合的 这个我们的伙伴 共同打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国际的贸易体制 来把中国拉入这国际贸易体制的一个游戏的规则里面 所以但是我从戴琪过去的访问来看 它某种程度认同川普时代 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就是301条款 它认为当时的301条款 在川普时代是一个有效率的政策 有效果的政策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 它可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功能跟商业的利益 所以某种程度 它好像又认同川普时代 那时候用这种关税 用301的方式来对抗中国的贸易不公平 所以未来我的预设 是不是作为一个 拜登政府最主要的对外谈判 或者对外经贸的一个决策者 他可能会延续 川普时代对中国的比较强硬的 这个关税战 这一种 另外他提到 就是说他在CSIS里面演讲 提到比较柔性的诉求 就是希望说我们联手 所有的民主同盟国 来建立一个 非常公平的一个国际的经贸体制 然后迫使中国来遵守 这个市场游戏规则 大概我个人预测 可能从这两个方向 但是就看你们谈判的结果 你看看第一阶段 它的这个贸易协议 是不是有确实履行 对 不过刚刚像大使讲的 这个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 目前研判起来 应该是不会进到这个第二阶段 那我想请教郭教授是说 因为现在刚才提到的是 38%的这个目标 还差了38% 你还没买购 那接下来我想的 当然是希望中方能够完成 这个采购的承诺 不知道说您怎么观察 你要去看整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怎么签的 事实上他有说 如果美国没有进一步的其他行动 他就会完成这个采购 可是川普真的就停在 去年的1月5号吗 他1月5号之后 对中国又多加了多少制裁 科技制裁一大堆 那你去看那个协定里面 就有一大堆弹书 就是你又对我新做了制裁 所以我的采购就停止了 所以中方不可能这样就认定 你讲的对 比如说美国说 你只买62% 为什么你没有继续买 那中方就会说 说我买到62%的时候 你后面又多了一大堆制裁 这个都不在这个协议里面 所以是你自己先破坏协议 所以这样双方就不会有结论了 那这样不是会陷入一个 还是一样就是各说各话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最终根本就不是戴琪的问题 而是你民主党明年要不要选举 所以还是个明年选战 所以戴琪根本就不重要 我跟你讲重要的是拜登 就是说 现在这个通胀的情况 你还能加税吗 你还能够加中国的关税吗 你再加中国的关税 美国的中下阶级怎么活啊 美国现在的通膨已经非常严重了 你去看中下阶级 像日常的用品 你到超商 有人做的时候 现在用同样的钱 大概只能够买到四分之三的东西 你再加税你怎么加 它是针对3700亿的中国的用品 加了19.3的税 美国对外平均关税是3% 它对中国3700亿的货品 加了19.3的税 这个最后全部都转嫁到中下阶层身上 因为我骂就买了10% 大使您去观察 关税其实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转嫁到消费者 因为我们现在外销都是FOB 就是我离岸讲 到那边报税 就是你进口商自己去负责 就跟车子买进来 我们进口车 我们自己负担一样 对对对 这个都是消费者在 基本上所以英国人说 你美国采取保护主义 你这个关税 其实当时川普就已经 做这件事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警告过他说 你这样做是对美国不利 对到最后里面 尤其再加上美国现在 通膨的情况这么严重之下 你从美国的消费者里面 抽出800亿 放到你政府里面来干嘛 你现在800亿要让老百姓 去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你现在东西都涨了19.3% 这个没有意义 所以今天其实戴琪面临的 也不是大陆的这个谈判者 他面临是国内给他极大的压力 对对对 我想这个叶伦就已经跟他讲说 你这个关税赶快解决 要不然你的通膨问题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没有什么 没有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 另外美国的这些制造商 大的这个商事 包括华尔街 他们很怕你美国继续 对大陆采取这种Decoupling的作为 Decoupling的话 大陆到现在没有明确的报复 大陆只是对美国的产品相对 克大概16%左右的 这个报复性关税而已 还没有在市场的这个进入的时候 设障来阻止美国其他厂商 在美国的这个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这种 正常运作 所以这些都是 戴琪面临的最大压力 是他国内的厂商 国内的消费者 国内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讲这个 说要大陆满足 说他你现在还有38%没满足 这是一个 他下台阶的将来的一个借口 然后他去说我谈判 我是去谈这个 他国内他要尽快的把这个 对大陆的这个19.3% 这个额外的惩罚应该 尽量把它排掉 这个对他现有的经济 是极大的帮助 所以事实上这个炸弹 我看是很难解 因为大陆现在是属于 我认为大陆现在是不动如山了 因为你所有的招式都使出来以后 我今天对美国的外销 我还成年前八个月 成长了22.7% 中国去年 中国大陆去年整个的 整个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 去年增加了34%出口成长 所以你用了这么多手段 大陆不动如山 整个贸易经济没有受你影响 而且美国要搞清楚 大陆今天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不是美国 美国都认为我最大 大陆第一贸易伙伴是谁 是东协 第二也不是美国 第二是欧盟 美国排第三 你第三你想用你这些手段 就可以制服于中国大陆 这么大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么大的一个工业基地 我觉得已经证明失败了 所以戴琪是在一个失败的基础上 那么帮美国找到一个出路而已 就如此而已 那等一下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要继续带你来关心的 就是在中东地区 阿富汗这个后续 塔利班接手之后的阿富汗 是不是会继续的东南下去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心中东地区 巴基斯坦的总理伊姆兰汉 10月12号接受了土耳其国家媒体 TRT World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美国迟早是需要承认 塔利班政权的 所以想先请教一下郭教授 怎么样看解读这样一个说法 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概念 迟早看要多少年 你看那个越南 越南1975年就沦陷 就是共产党同意越南 美国到1995年才承认 隔了20年 这么久 是啊 所以我说 你说迟早是多少年 那美国一定要 塔利班做到两点 他才可能承认 第一个就是他内部的恐怖分子 他一定要把他赶走 这个是最前提 这是个威胁 对 你如果没有办法 因为他里面的恐怖分子的团体 可能有20个 那你一定要做到兼闭亲野 不然我怎么跟你建交 那第二个就是他对一些 很明显的压迫人权的手段 要明显的做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比如说尤其是对妇女 这个美国民意恐怕也不会接受吧 因为现在他手上还冻结了 阿富汗95亿美元的资金 对对对 那如果他没有 他如果一直没有办法取得 很多国家的国际承认 那美国事实上要归还这个钱 也是有困难 我说的这个布教授的这个讲法 就是刚刚说 这个美国冻结阿富汗央行 这个外汇存底 95%的民众 根据这个统计是说 阿富汗的9% 9成5的民众在明年 会因为这个制裁陷入贫困 对这也是事实 因为阿富汗确实是一个赤贫状态 可是阿富汗你一直不提出 反恐的承诺 你若还是一个很多恐怖传体 在你的国家境内 那美国怎么解冻这个钱 可是在人道跟这个制裁的 你就是说反恐跟人道 那我怎么知道我解冻之后 你把钱拿去哪里 你搞不好拿去支柱恐怖团体了 我怎么知道你是去支柱老百姓 所以这个都要 这个阿富汗新政府要证明 他要做什么事 比如说如果说老百姓确实很穷 那那个你就要证明说 我事实上我是要拯救我的老百姓 你要提出作为 那对于阿富汗人来讲 他怎么证明 那就是你的执政能力的问题 你这个要说谁呢 这个就好像北韩一样 北韩他也有很多的集中营 那他也目前陷入饥荒 那结果谁在帮他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美国不去帮呢 一样的逻辑嘛 了解 邱委员您怎么观察呢 您的研判说美国会怎么做 当然这个巴基斯坦跟塔利班的关系 非常密切 在过去20年 美国支持科普政府 在跟塔利班在对抗的时候 巴基斯坦政府是支持塔利班 所以他这次他总理说出 这个希望数十亿美元的 阿富汗的外汇储备 能够可以透过美国来解冻 来解决这个阿富汗的贫穷问题 他的诉求大概是人道的危机 如果你不解冻 可能95% 可能就会遭受到这个 20或者经济的崩溃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要做出这种诉求 但是美国他会担心说 你这数十亿美元 你算是属于这个 这个钱是属于阿富汗人民 但是你解冻之后 会用在阿富汗人民身上吗 不见得 可能是塔利班政府哪去用 刚刚郭伟所说的购买武器 或者是伤害 做更多伤害的事情 但是他也同时采取 两项捕锈措施 容许更多的人道物资 人道物资输往这个阿富汗 这个部分包括容许政府部门 非政府组织NGO跟国际机构 包括联合国等等 跟这个哈卡尼网络的交易 另外一个授权部分 涉及粮食跟医疗物资出口 跟转口的交易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补救措施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人道危机 为了避免经济崩溃 所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不见得一定要 让阿富汗的外汇储备去解冻 所以我觉得美国应当不会解冻 好 接下来来看的是 这是有关于美军在撤出阿富汗以后 对阿富汗境内激进恐怖组织 因为刚刚提到 其实也是非常的关切是说 他会不会因为在塔利班政权 主政以后 这个恐怖组织又在阿富汗里面 开始又酝酿 所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 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今年6月曾经向拜登总统提议说 在中亚这个塔吉克跟吉尔吉斯的 俄罗斯军事基地 可以开放让美军的人员进驻 这个如果美俄合作的话 真的是一个很梦幻的组合 那会实现吗 大使您的观察 这个事情现在俄罗斯已经两度 很坚决的说没有这件事情 他不会接受 不同意 美军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 那两次都是 包括他的外长也讲过 拉夫罗夫也讲过 那讲的主要坚决的是 他的外交部的次长 叫李亚布科夫 他讲过两次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 今天又提出来 最主要就是说 美国事实上还没有放弃这个希望 可能美国因为当时事实上 确实有这个异想 而且在6月 普丁跟拜登见面的时候 双方有讨论到这个事情 那时候美军还在阿富汗 还在阿富汗 那个情势还没有乱的时候 他是6月中的时候 谈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可能美军的战略 美国战略布局是想在中亚 再找几个军事基地 可是那个时候 美国后来有一个构想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 美国想把就是在阿富汗 帮美军做翻译的这些 替美军工作这些 一万多个人 把他事实上 把他移居到这些中亚的国家 当然塔吉克斯坦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这几个国家 所以后来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有个报纸也揭露说 当时曾讨论过说 普丁有提议说 你们可以把你的部队 设在我在这中亚国家的 军事基地内 后来这个讲法又有些变化 所以这个都不是很精准 你就不知道这内容是什么 可是7月1号的时候 我讲这个6月多的时候 7月1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事实上 布林肯这个国务前 在华府接见了这个 乌兹别克斯坦 跟塔吉克斯坦的外长 那么也被人猜就说 美国可能下一步 要在这两个国家 设立军事基地 那这个新闻就是说 俄罗斯的新闻大概7月 7月多出来 可是俄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7月13号就出来 兼延迟否决 没有这件事 不会同意 那最近因为美国的这个 参谋党联会主席 跟俄罗斯的这个 他的相关在赫尔辛基开会 所以又冒出来这个说法 那俄罗斯的这个外长 外交部这个次长 又第二次出来否定 而且他说 他说我们俄方 不只一次注意到 美国媒体经常用 愿望代替行动 然后或者是从俄方的信息 听到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总之美国媒体是在散布谣言 假讯息希望此次 希望这个假讯息来改变俄罗斯立场 他说我这个 所以这个报导就是说 就是说 李亚布科夫的表态 就是要为这个谣言 外面的流传画上一个据点 所以真的是梦幻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 大概已经不太有任何发生的可能了 不过塔利班的官员 他们是证实在这个塔吉克 还有中国的边境 他们要部署一个自杀炸弹部队 还给了一个名字叫做曼苏尔军 外交家的杂志报导说 这个塔利班部队 最近在塔吉克的边境集结 引发双塔之间 有可能会开战这样的一个危机 那俄罗斯跟巴基斯坦呢 现在正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斡旋 希望能够来化解这样的危机 不要说怎么看 俄罗斯跟巴基斯坦 介入的话 这个危机有可能会化解吗 不过因为本来阿富汗的执政的军团 就是北方联盟 它本来就是塔吉克下来的 所以那个残云部队还没有被消灭 对 那马苏尔那些人本来就是反塔利班 所以这个并不稀奇 那个就是剩下一些少部分的军阀 那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克服嘛 事实上你去看那个 中国共产党打下中国大陆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很多省到了很后面才整个清除嘛 这个有点类似啦 对 不过美国真的是很麻烦啦 因为8月15号科布尔沦陷之后 那美国在这一地带大概都没有基地 嗯 巴基斯坦也不会允许 塔吉克也不会允许 但是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些收委员 我们看到这个阿富汗它的对中关系 就是塔利班掌权之后 中国大陆一直没有跟阿富汗展开经济合作 你觉得为什么 呃 现在局势不稳定 也在国内 阿富汗国内的基础进行开查了 你要去比方说 其实还是矿 也矿金矿 或者是红矿 就是系统 你再去开采的话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基础点赛 帮我电音 没有电 没有电